9月23日晚,第六届女排亚洲杯,在泰国赫勒洛姆,是海荣挂帅的中国女排,二队,在军赛中3比0完胜日本,这样,中国队在六届亚洲杯,拿到了五个冠军,辞议中国首发阵容和前几场相同,主攻刘彦寒, 江亦产,复工正硬心,高亦,接应王美亦,二传松海平,自由员孟子玄,首局中国队一度9比11落后,到第二次技术暂停,才以16比14反超,最终以25比23先胜,第二局中国队1比6开局,此后先后换上自由人工美子和复工扬州,在16比20落后时,中国队在正义心的发球轮, 打出一波9比0,以25比20反败为胜,2比0,第三局中国队以25比17拿下,临风日本成功未免,游战韩决赛再度砍下全场最高的25分,其中来网独得7分,无偿比赛,他抢军得到23.8分, 重量所谓的荣英本届亚洲被MVP,高也被评为最佳复工,小组赛首场他曾是中国队得分王,孙海平则被评为最佳二传,对这个临时拼凑的阵容,他展现出了很强的适应能力,对攻守的调配非常合理, 半决赛中国队有四人得分上双,赛后孙海平很兴奋,我上一次拿冠军,还是2014年的亚青赛呢,时隔四年又拿冠军,好开心,最佳二传我还是第一次拿,还有泰国队的老二传在呢,感觉不可思议, 在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中,泰国三比零击败中国台北,至此,本届啊,周围的一致是名牌名外,中国,日本,泰国,中国台北,越南,韩国,澳大利亚,伊朗,菲律宾,哈萨克斯坦,突变来自网络微信搜索,我爱女牌ID,W-E-L-O-V-E-V-O-L-L-E-Y,查看更多精彩文章。